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7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一条突发新闻 美国考虑限制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它的影响会超过华为事件100倍 这是个非常重大影响的事件 那么这是彭博社的一个报道,他是这么说,彭博社呢 从网记来看,彭博社的白宫的线是比较好的 白宫跟美国国务院的线都不错,所以 我们就据实以报,彭博社报道,川普政府正在探讨 对马云的蚂蚁集团以及腾讯控股实施限制 因为担心这个数字支付平台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尽管最终的决定尚未完成 但是美国高级官员围绕的是如何限制 腾讯和蚂蚁集团的支付系统的讨论 最近几周已经正在进行当中,美国官员担心蚂蚁集团和 其他中国金融科技平台将 主导全球数字支付 反过来会让中共获得数亿人的银行和 银行和个人数据 美国政府官员 9月30日在白宫的战情室 战情室就是war room 一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个想法 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这个想法已经提交给川普总统 而执行他需要川普总统的批准 官员们开会讨论这个问题的第2天,总统就 感染了冠状病毒 在此后的几天里,这个问题在高层中的讨论没有取得进展 蚂蚁集团的支付宝和腾讯的微信支付 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金融科技平台 它提供支付,生活服务,政务服务,社交,理财,保险,公益等多个场景的公共平台 美国政府担心,如果美国买家从阿里巴巴买商品,他们的身份和私人数据 可能被收集 消息透露,制裁的想法源于川普政府的强硬派,尤其是 国务卿蓬佩奥,他们认为中共通过中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 来获得全球用户的数据 报道称,限制蚂蚁集团的想法 得到国务院的支持,美国国务院现在正在推 推动一个干净的网络的倡议 8月5号 蓬佩奥宣布扩大后的近网倡议,敦促美国 和外国公司不要用中国的5G设备、海底电缆、云存储 并点名华为、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等中国公司 蓬佩奥表示,国务院将和其他部门合作 保护美国公民最敏感的私人信息和美国商业最有价值的 知识产权 那么阻止阿里巴巴、百度、中国移动、中国电讯、腾讯控股等公司 运营的云计算系统获得信息 如果对蚂蚁集团和微信支付进行限制 这标志着川普政府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对抗 出现了重大升级 那么 中美 贸易战以来,美国一直盯着中国的大型企业,包括 华为 字节跳动的TikTok,还有 腾讯的WeChat等等 那么 大家知道现在蚂蚁集团现在正在准 正在做IPO,那么对IPO 对正在准备IPO上市的这个 蚂蚁集团来说是一个 非常不好的消息 那么 尽管如此 消息说这个美国官员认为政府不大可能在 10月3号大选之前采取行动,那么而且 还有人担心,担心这个行动会 引发这个 司法挑战 那么目前美国政府有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 根据2019年的行政命令授权保护数字供应链 但这个方法会耗时比较长,第2个就是和 这个 和这个TikTok和WeChat一样 进行行政命令,进行限制 但是这个行动也有可能面临司法挑战 第3个就是最具破坏性 直接把蚂蚁集团和腾讯,列入财政部的 实体清单,如果实体清单的话 那影响就非常的大 那对整个的 整个的两大集团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讲讲蚂蚁集团的IPO,蚂蚁集团IPO宣布,蚂蚁集团是宣布在 在A股就在上海和在香港 同步上市 同步上市 那他的上市 进程 比市场预期的要快,9月18号 上交所披露的公告,蚂蚁集团首发 首发申请通过 这个 然后从这个8月25号到9月18号 IPO申请,上交所受理,审议只用25天在上海 在上海,如果顺利的话 蚂蚁集团将于今年10月,就这个月的下旬 会在A股,就是在上海 和在港股两地同时上市 这是今年全球规模最大的一次IPO 会募集300亿美元,那么蚂蚁集团的估值是2000亿美元 2000亿美元就是 14000亿 人民币,蚂蚁集团将成为马云的新金矿 那么实际上情况是怎样的呢?情况 今年这个腾讯跟这个蚂蚁集团流年不利 7月31号报道 中国反垄断机关正在考虑是否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进行调查 为什么?因为人民银行认为这两家支付 支付业的巨头主导市场压制竞争 人民银行这么说 国务院反垄断集团已经收集这个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资料已经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报道是7月31号的 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向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提出建议,在第2季度的某个时间 开始调查非银行支付企业带来的反垄断问题 反垄断委员会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进行调查 也不清楚 决定是什么时候可以做出,不过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称 反垄断委员会正在非常认真的对待中国人民银行的建议 那么一关国际数据显示 去年的第4季度 中国的移动支付 总金额是56万亿,支付宝占55% 微信支付39% 就将近40% 也就是说 这两家机构加在一起已经占到整个的90% 94 那么其他那么多家加在一起 才6% 所以 这个新闻非常影响很大 讲几个,我们来做一个评价和分析 第1个 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大 但是 最近大家有没有了解到,就是关于莱特希泽,美国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 在对华政策上面的一个立场的改变,就是莱特希泽 非常小心的保护他的 中美贸易谈判的第1阶段协议 所以他在很多对华政策方面 表现的相对保守 相对保守 那么这件事情 莱特希泽肯定是也有发言权的 那么 他会不会成为一个障碍,我们目前不清楚 但是 毫无疑问,这件事情如果真的会发生 那对中美之间的对抗会来到一个新的层次 为什么 这个级别是战役级别 这就不是一个某一个战斗,说 说像微信,像华为,华为是一家公司,但是 这个是一个行业 移动支付是一个行业 如果美国对腾讯的微信支付 和 蚂蚁集团的支付宝 进行限制 他基本上就是限制了中国整个的移动支付行业 这两个 这两个级别 不是同一个级别 不是同一个级别 所以呢,作为中国最重要的 金融平台 这是移动支付平台 如果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被美国限制 影响巨大 影响深渊 这件事情 华为不可比 华为比不上,差100倍,差100倍的距离,这是第1个,第2个 大家要理解 腾讯的微信支付 和这个支付宝的 支付,这两个移动支付平台 他能活到现在 唯一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两家公司 抢了谁的钱 抢了中国商业银行的钱 支付这件事情本来只有 金融机构可以做 那么金融机构没有做,为什么?因为移动支付这块呢,金融机构没有 没有条件做 而是被首先被 第三方支付,就是支付宝先做起来 支付宝做起来之后 微信也跟上,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们这两家公司就把第3方支付 就做起来 第3方支付做起来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等于把一大笔的钱 从金融机构 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从银行 直接圈到了他们公司 他们变成两个大水池 大水池 这两个水池比银行 很多大的银行都要多 非常大的规模 就是属于万亿为单位的,属于万亿的资金 这两家公司 把第3方支付做起来之后 形成对银行的巨大的压力 所以 他们等于是在抢银行的生意 大家要知道 中国的银行 都是国企 都是国企 只是不同级别的国企 有些是小城市的国企 有些是大城市的国企 那么像四大 工商、农业、中国跟建设,这四大那就是 国务院的亲儿子 共和长子都不算,都不够亲 那么这是最亲的了 所以你要碰了他们的蛋糕 人民银行一定要收拾你 所以人民银行其实过去5年,用5年时间 对他这两家公司进行全面的限制 主要的限制是什么 把他们水池里面的钱拿走 把那个水池 搬回商业银行 意思就是 钱你不能动 不能碰 还是要放回商业银行 这样的话呢,其实是限制了这两家公司 对商业金融机构的威胁 那么 但是毫无疑问,这两家机构仍然 对金融行业来说 有巨大的威胁 所以实际上 人民银行为什么要提出来对他们进行 反垄断调查 其实就是不放过他们 不放过他们 但是他们活到现在还没出事 唯一的原因是什么 唯一的原因是在所有领域当中 中国能够弯道超车的,中国自己认为能够弯道超车的 无非是三个领域 中国在全世界 各个经济体进行竞争当中 中国能够取得 弯道超车的效果的 就三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什么 高铁 中国建了很多高铁 高铁大部分的初始研发成本已经分摊掉了 所以他在高铁领域 成本就相对低了,因为建了这么多高铁 建了这么多高铁 这是第1个 第2个 就是移动支付 移动支付在中国盛行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叫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的原因是因为他原来的支付本来不是特别发达和方便 那么突然 移动支付和手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正好符合中国人的 生活场景 这一下子就流行开了 特别是 微信支付,微信支付对推广 移动支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一下子就上来了,上来了以后他就成为一个什么呢 中国最普遍的支付模式 这个普遍支付模式在其他国家 没有 这么普遍 所以由于他的普遍 加上他的规模非常巨大 所以他有很强的竞争力 所以 中国认为第2个,第一是高铁 高铁是国企 第2个 是 支付,一定移动支付 但是移动支付不是国企 支付也好,微信也好,他不是国企 所以为什么他们留下他们两条狗命,对于中共来说就是留他两条狗命,为什么 他觉得在国际市场能够弯道超车的 也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 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是中国传统的优势 就是 传统行业的传统优势,为什么,因为中国 基础建设这件事情 都是大规模的国企 央企在做 他们还是有很多的优势的 有资金的优势,有技术的优势,有装备的优势 有国家政府支持的优势,这些优势全部集合在一起,中国在 海外做基建这块是有很强大的优势的,这三块 中国可以认为是他可以弯道超车的 这也是微信和支付宝 活到现在还没被干掉的原因 当然 人民银行推数字货币 其中有一个目的是什么 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能让 微信 微信支付和支付宝 垄断这个市场 这个政府 人民银行还是睡不着觉,对于他们这两个机构 占有支付这个领域这么大规模 他们还是有点睡不着觉,所以他们 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 就是 支持银联 支持银联的支付 银联支付现在开始,人民银行非常的 非常的推,推这个银联支付,也就是分摊 分薄他们的市场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推动 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也是分摊 对他们进行遏制 数字货币还有更 更多层面的含义,比如说货币层面的含义等等 但是毫无疑问 在支付这个领域,数字货币 也是对付 对付支付宝 和微信支付的 好了 那我们来讲一下 微信也好 微信支付也好,支付宝也好 他怎么能够弯道超车呢 这里面是有一些 这里面是有一些可能性 可能性 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 有可能帮助人民币国际化 但是他这个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 其中一个条件是什么 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使用场景 这个使用场景在哪里呢?使用场景在于就是中国游客 中国游客使用支付宝或者用微信支付 在海外消费的过程当中 他可以带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的进程 可以帮助人民币实现国际化,某种程度的 不是全面性的 某种程度的 推广作用 这是第1个 第2个 让他其实是让人民币在海外流通 建立了一个新的平台 就说 大家知道 人民币在海外是没办法流通的 是不能够流通的,因为你 不可兑换 没有自由兑换 你没办法流通 但是 支付保护也好,微信支付也好 当他跑到海外去 就是当他有大量的游客跑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那个地方呢就会找 找什么呢? 找一家中资银行进行结算 只要有中资银行跟他结算,他就会收 这就是发生在哪里的事情呢?这就发生在日本的事情 这也发生在,就是经常有 热门 中国游客热门的这个旅游点 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如果持续下去的话 人民币的流通,他变成在海外有一个流通渠道 这个流通渠道对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是有帮助 就这两个 就是两点,就是 一个帮助他人民币走出去 第2个建立流通的这个管道 那么建立这个流通管道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 光靠这个是不行的 为什么?因为 人民币国际化最核心的前提就是 资本项目 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但是现在还提不上议程 但是 对于中国来说,对于中国人民银行来说 这两个渠道 是个很重要的渠道,除了这两个渠道,其他没有更多的渠道 所以其实都是指着这个的 这是第2条 第2条 第3条 就是美国在这个时候下手 时间点上 还是有一点 敏感性 为什么 第1个 蚂蚁集团现在正在IPO 你现在说要限制他 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 大家知道这是个很大的,对一家 正在 做IPO的公司来说,你说美国政府正在 正在 准备限制他 你说这多大的打击 这是第1个 第2个 中国经济现在 疲弱 中国经济对外的影响力在下降 下降 为什么下降,你想一下 游客没那么多 游客没那么多 这种使用使用人民币的使用量就会在下降,他影响力也在下降 这第2条 第3条 我刚才讲的这种所谓的走出去,人民币的走出去,其实 目前还没有形成气候 那这个时候美国下手 时间点上其实是比较 比 大家知道 金融是什么 金融就是 N 就是双刃剑 金融经常是双刃剑,就是伤害你的时候也会伤害我,我对你进行打击 你对我 也会产生,对我自己也会有影响 那么趁着他还没成气候,美国对付他呢 对自己的影响就没那么大 这是一个方面 但毫无疑问 大家知道 不管是支付宝也好 微信支付也好 他们的主要业务在哪里 在中国 但是 尽管他的主要业务在中国 但是任何一个金融行业 只要美国要制裁他 或者要对付他 他都要 他都要紧张 为什么 不管你的业务仅仅是在中国 因为 在金融这个领域 美国是霸主 他 他真的要对付你 你的业务,尽管你的业务在国内,你也会受影响 这个影响也而且是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要知道 如果 美国政府真的对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采取措施 那就是一场战役 那不是一场战斗,那是一场战役 但是一场战役 那比这个美国对付这个华为,那影响大好多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 中国方面的反应会比华为的反应还要大 这件事情真的要发生的话 那不是奶酪的问题,那是直接主食的问题 好 我们今天的主题 这个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我们还留一点时间来讲讲这个川普总统的健康问题 因为 我们每天还是要关注他,因为他是美国总统 总统的医生康利,他今天的报告是这么说 总统今天早上说,我的感觉很好 他的身体检查和生命体征 包括血氧饱和度 和呼吸频率 频率稳定在正常范围,已经四天没有发烧了,24小时没有症状,不需要吸氧 值得注意的是 值得注意的是 总统10月5号做的检测显示 出现了可检测到的抗体 星期四的时候还检测不到,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 我会及时向各位通报最新情况 康利的这个报告,这个备忘录里面 其实讲的就很简单,就是星期一开始 川普总统体内有 武汉肺炎病毒的抗体 这个在上周四 还没有发现,那么星期一发现 那么星期发现他体内有抗体 大家知道 对于病毒来说,你身体里面有抗体 那你可以抵抗这个 病毒,所以理论上来说 他的身体状况应该是在 就是 他表现出来的身体状况 和他真实的身体状况应该是吻合的 吻合的 然后他返回白宫之后呢 录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在推特上发布 我看了一下三点 第一点 他现在完全好了 感觉很棒 第1个信息 第2个信息 他会把给他治疗的药物分发给医院 让所有人 都能得到 总统的治疗,而且免费 这是他说的 他说我治这个病,他讲了很长时间 怎么治这个病,是什么药,这个药那个药,讲了很多,他感觉怎么样很好 他说我们要把这个药 给大家一起用,现在要授权,这个授权那个授权,反正就是 意思就是 我治好了 我要让医院里也有这些药 然后这些药呢,大家都可以用 都能治好大家,就这个意思 这是第2个信息,第3个信息 这场灾难是中国造成的,中国会为此付出代价 这个视频就讲了这个 讲了一段这样的话 这个视频讲了很久,很长时间 那么之前还有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也讲了两点,第1点,我要回到从前,我要回去工作 然后作为你们的领导人,我必须这样做,我知道前方有危险,但我必须这么做 这是第1段话,第2段话是 我站在最前线,我带领大家,没有一个领导者会做我做的 我知道有风险有危险,但没关系 我现在感觉比以前更好 我也许我获得免疫了,但我不知道,但不能让他主宰你的生活走出去 大家小心 川普这番话其实 他还是 还是有一点 他是有点就是,有一种这种大无畏的这种心态,现在就和他的 某种英雄主义的性格有点像,比较吻合 然后他在 他在医院的时候说了一些什么 我这次学到了很多,从实践中学到的等等 今天的情况是什么呢?今天的情况就是川普总统回到了椭圆形办公室 今天下午 听取 刺激方案,刺激经济方案的讨论,还有关于飓风的报告 那么在他的门口,西域外,白宫西域外,有海军陆弹队 士兵站岗,说明总统在 在里面,然后就是 大体上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情况,他就回头颜辛办公室 那你可以看到,在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目前情况是 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一直在积极准备辩论赛,而且川普总统昨天也表示 他准备参加10月15号 10月15号的这个辩论,那第2场辩论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发现了一个变化,变什么变化呢?就是 拜登昨天对媒体说,说如果川普 第2场辩论的时候还没有痊愈,那么这场辩论就应该取消 因为之前他说只要 卫生专家认可 那么他愿意参加15号的这个第2场辩论 那么拜登的这个话出现了一些变化 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 川普这边是很积极的要进行第2场辩论 那么原来拜登说可以 现在又说不行,现在也不是说不行 他说如果他还有病,就不应该进行第2场辩论 那我分析呢,拜登可能跟两件事情有关,第1件事情,拜登的这个想法 第1个跟什么有关,跟这个民调有关,因为现在民调拜登是领先 那么拜登领先,他并不急于 进行第2场辩论,至少要看一下 那么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还有可能性就是提前投票 因为 现在大概会有小一半的人会在10月11号之前就把票投掉 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很多人担心就是投票日那个疫情的情况很严重的话 恐怕有风险 所以大家很多人愿意提前投票 那么对拜登来说,那么我现在民调领先 然后又有很多人去 提前投票,我民调领先提前投票,那我就可以享受这个 民调领先的好处 那如果 如果进行第2场辩论,理论上来说中间会有一些变数 不一定说 一定谁赢谁输,这不好说,因为现场的表现 你很难讲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请愿拖延一下 让更多人投完票再说,因为 以现有的投票的 形式来看对他有利 那拜登有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 但是如果是 川普那边很积极,他这边没那么积极,甚至很消极的话 那会不会影响民意呢,不好说 但是肯定会有影响 肯定有一定的影响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川普一出 一上来 他就开始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针对 刺激经济方案,刺激经济方案 川普的做法是 把这个谈判停掉 把这个 姆努钦和这个民主党的谈判停掉 就是我们不接受谈判 等大选完了以后再谈 就说 第2轮刺激经济的方案 民主党提出了2万3千亿的这个盘子 不谈 大选以后谈 但是川普马上就提出来一个 1200 就是家庭1200 给美国人提供1200美元 救助支票的这个方案 就是 用这个方案,用川普自己的方案 来替代民主党的方案 然后他还天天找 还 今天上午吹这个佩洛西,快点行动吧,我等着签字呢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川普总统出院 到现在非常积极的投入了他的 投入他的竞选活动和证务 表现来看 身体还是可以的,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川普在用他的行动 来证明他的身体是健康的 我看那段录像呢,觉得 气有点不大够 气有点不大够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不错,因为一口气讲那么长时间 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那么总结一下,第1个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限制 支付宝 和微信支付,这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目前美国政府还没做决定,但是这件事情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影响 这是第1个,第2个就是川普总统回 回白宫,回椭圆形办公室,然后开始处理政务 那么反映他的身体状况还不错 那么美国总统大选现在仍然在进行当中,今天晚上是有这个副总统的 辩论 辩论会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我这里特别提醒一下,我们已经开放了评论,那么很多网友不知道,我们在这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所有的视频,下面的评论都已经开放了 这已经开放的有一个多月了,那么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评论区进行评论,这是一个 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请大家尽量简洁 好 那我们就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论 今天请假,看美国史上最重要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 第一位黑人,亚裔女性候选人,未来的副总统 肩负重任 深如下花melody,谢谢 观点,海外华人不能在微信上说任何敏感话题 微信已经严重违法 言论自由和美国宪法,美国当然可以禁 微信 提问,王先生为什么美国不直接推墙,毕竟这个选项对美国影响小 对中国影响巨大,百利无害 为何他们还不做,做不到吗 网友答 因为中共视墙为统治保护层 如果美国推墙,中共认为这是战争行为 美国大概率不会轻易破墙 大家看一下,从美国的 从川普总统开动这个中美贸易战到现在 大家看美国采取的所有的行动 真的只是在美国国内 只是美国国内的行动 他没有超过美国的边界 他所有的行动都没有超过美国的边界 那么 推中国的墙 那肯定要跑到中国去推吧 那肯定是超过了美国的国界,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很多人会觉得美国去推中国的墙 很合理啊,对吧 这个对中共影响很大,美国影响没那么大 但是我觉得美国 我看不到美国会有什么 理由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 就说 大家知道美国总统,他的行为背后,他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行为背后他都要有 他都要有支持 比如说根据什么法律,根据什么什么法律,行政命令,根据什么什么 条件 他必须要有东西 你现在如果就算,我们就算,美国总统 准备去推墙 他有什么样的依据呢 我看不到有什么依据,如果网友有什么依据可以提上来,来讨论一下 所以我不觉得 我现在没看到美国会做这个动作的 具备这样的条件 提问,从国内媒体拼命黑川普的情况看 能否推测CCP更愿意接受拜登的对华政策 还是任何人,只要不是川普,CCP都可以接受 我们现在有两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第1个 毫无疑问,中共是,CCP是非常痛恨川普 但是有一点 CCP是没有做的 就是点川普的名 就没有点过川普的名 他只点谁的名呢 他只点蓬佩奥的名 所以 你可以看,就是在人民日报上面也好,在新华社也好 骂美国,可以指名道姓的骂,通常骂到最高就是蓬佩奥 骂到蓬佩奥为止就停下来了 不会直接骂 川普怎么骂他呢?美国政客 只骂美国政客 说美国政客讲的就是川普 所以你可以看 中共还是有一点策略的 就是他没有那么明显的让你看到 你可以感觉到 他不喜欢川普 但是他也并不觉得 他也并不能够说 他就喜欢拜登 这不一定 他可以引导 导向拜登,但是 你也没办法 证明他就选择拜登 为什么 这里面还是个压保的问题 什么叫压保的问题,就是说 万一川普赢了怎么办 所以他做这些动作呢 就是你可以感觉到某种倾向,但是又说不出来 大概他的策略是一个这样的策略 但肯定 中共 恨川普 为什么 因为川普的对华政策 是过去美国总统没有做过的 对他来说 川普的对华政策 让中共现在面对一个这一种局面 非常困难的对外局面 这是川普一手造成 所以恨他是有道理 情绪,加州的反封 微信律师联盟已经获得百万美元捐款 为啥不查 是否有背后外国政府扶持呢,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中共传统 斗争手段不可轻视 观点 贺锦丽反对贸易战反对加关税 可以想见不会对中国作为 美国喊新疆西藏人权问题几十年了 各种人权法案出了无数 没有贸易战关税 科技封锁杀手锏 老生常谈根本不能奈何中国 那也不是 大家要知道 大家虽然看到的仅仅是大家在喊口号 但是你要知道 口号是喊到联合国去 中国要花很多的外交资源 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举个例子,昨天 中国带着26个国家 去谴责 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人权状况 然后美国带着38个国家去谴责中国的,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 美国带着这个 38个国家 要不要花钱 不用花钱 大家价值观一致 中国做那事情,新疆做的事情,西藏做的事情 香港做的事情 西方国家看不惯 谴责他 但是中国不是 中国带着这26个国家,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吗?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但是你一看这个名单就知道 这个习近平大傻逼的这个对象就这样 就是20多个国家 所以这个20多国家拿了中国好多的钱 所以大家别以为说 你光喊喊口号就不行,不是的 这个口号是有代价的,这就叫政治,政治是有影响的 政治背后其实很多就是钱 所以不能奈何不了他 不是这样的 现在的情况跟以前有点不同的了 有点不同的 观点,川普这两年已经把共产党的邪恶和野心充分暴露在美国人面前 如果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还不选川普,那说明美国真的开始衰败 那也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就说 美国人选择 他们自己需要的总统,他有他的考虑 你可以在选举之后去分析 就是当初 为什么克林顿会赢 为什么川普会赢 为什么小布什会赢,你可以去分析 美国人选择不同的美国总统,他背后都有他的政治诉求 那么就算是川普,川普没有赢 也不一定美国就衰败了 为什么 你怎么说美国就衰败了 我没觉得美国衰败 就不选他,美国就衰败了 这不合理吗,是不是 请问老师你好,我想问 是否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共想趁中美关系脱钩 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其实是想像北韩一样走向完全封闭闭关锁国的路径 然后 甩锅给美国,让墙内的人以为这是中共在美国逼迫下 被动的行为 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 为什么 很简单 什么叫饮症止咳,知道吗 就是你这个行为就叫饮症止咳 你为了止咳就把毒药喝下去,那你不会毒死吗 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中国走向闭关锁国,或者我们翻过来讲,中国的内循环 他是被迫的 他本来现在的改革开放进程 好好的,他为什么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意味着什么 闭关锁国意味着你原来有100家工厂,现在关掉60家,剩下40家 这就是闭关锁国 的后果 你愿意吗 习近平他很清楚这一条 但是如果你 不用闭关锁国 他当然不用闭关锁国 他是 他如果真的走向内循环,那没办法,因为大家不跟他玩,他只好 关掉60家厂 剩下40家 他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有办法他不会这么干 观点 所以美国要用卫星来破墙 如果 只要家用WiFi可以连接卫星或手机连接卫星直接上网 就不用透过中共服务器可以随时上网 那是不行的 那就是说 马斯克的新链 是能够提供卫星的WiFi的,但是你在地面还是要有个接收站 接收站 然后再用这个接收站 把这个信号分享出去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 你如果在地面要做一个这样的中转 中转装置的话 那怎么可能实现,也实现不了 对吗 观点,有时候美国的价值观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跑去朝鲜和三胖 会面握手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你要多看一下我们的节目,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去 和三胖握手了 好吧 我在这不说,你可以往回翻一下我们的视频 川普去找 金正恩去做这个北韩的工作 他是一个战略上的部署 为什么,因为 朝鲜一直是中国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战略杠杆 中国利用朝鲜这个战略杠杆 来撬动他在 东北亚的影响力 也就是说美国很多时候受制于 朝鲜的这个杠杆 也就是中国可以通过这个对美国进行一个战略牵制 那么川普跑到朝鲜去跟金正恩握手 其实就是 要把这个战略杠杆抹掉 抹掉之后 中国手上就没有牵制美国的棋子 没有牵制美国的棋子,美国就可以跟他打贸易战 大概就是这个思路吧,你朝这个方向想好吗 观点,中国发展模式很像正和下西洋 好大喜功 花费巨大,但无法回收 导致不能持续相反的 西方航海时代 一开始规模小 但很快就获利,有获利再投资 投资再获利 正向循环 中国的发展模式 就是 我有个视频,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中国做对了什么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做对了什么 我们有个视频,我们很详细的分析 整个的改革开放,中国做对了一些什么事情 你可以去看一下 中国的发展模式 有一些地方做得非常正确 有些地方做得非常差 比如说环境 环境,比如说对人民的剥削都做得非常的差 但是,所以说中国的模式 我不觉得中国的模式是中共描述的那样 中国描述的那个模式并不是真实的模式 他只是 美化了他的模式 所以中共其实 从他嘴巴里面讲出来的话呢,你大概打个三四折就差不多了 所以 不能相信他,要自己建 要自己去总结 中国的模式是什么 观点,感觉民主党和共和党反CCP的思路不一样 比如最近 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披露法 就是民主党提的 投反对票的清一色共和党 因为会影响商界利益 感觉民主党是在人权和经济议题上反共 共和党是在国安上反共 OK 情况,晚上和老妈在小区散步 突然一辆车子停在我们面前,然后他告诉我们 刚才发现一头熊在我家附近散步 他让我们上车送我们回家 在路上他一直说,我们就想确保你们的安全 想起昨天有人说老外歧视华人 很多时候不是人家要歧视我们 而是我们自己的行为让人歧视 非常正确 请问王老师,中共会不会为了防止资本外流 和脑外流,什么叫脑外流 把所有人都从档案上标成共产党员 利用外界反中共的政策 顺道把中国人民 当成自己的肉盾,绑在船上 不让人跳船 他不用这样啊,他直接把大家的护照收回去不就完了吗 或者直接把海关给封了不就行了吗 所以他为什么要标注成共产党员,如果标注成全部把所有人都标注成共产党员 他的档案得给别人看啊 你去拿签证的时候 你也拿不到你的档案了,所以你所谓的档案上标注成共产党员,没有用 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提问,请问王老师怎么评价普京这个政治家 他对中国和美国的态度非常微妙 普京是个独裁者 这是他的主要的身份,他是个独裁者 普京辜负了俄罗斯人民对他的期望 他有很多承诺,大部分的承诺都没有实现 那么他对中国和美国的态度非常微妙 他一点都不微妙,他很清楚 他 川普拉普京 就是因为这个通俄门 川普没办法实现这个目标 川普做两个动作,在对外 他在和中国全面开战的同时,他做两个动作 在外交上 第一个动作去拉 金正恩 另外一个动作去拉 俄罗斯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盟友 朝鲜是什么,朝鲜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支撑 这个战略支撑 是对美国形成战略牵制的唯一动力 唯一的能力 这是第1个 所以 所以川普第1个动作就是去拉金正恩 另外一个动作去拉 拉普京,拉俄罗斯,俄罗斯是什么 俄罗斯是中国 非常重要的战略支持 战略支持力量 所以对中国来说,他对外关系就是两个战略方向 第1个战略方向是对美国 另外一个战略方向对俄罗斯 这边是美国现在对他进行对抗,之前就是想办法搞他 就是反美 之前是反美 现在是中美对抗 俄罗斯这边是战略支持 那么 中国用很多方法输送利益给俄罗斯 希望得到俄罗斯的支持 或者是反过来也是 就是让俄罗斯对中国产生某种程度的依赖 那么这种是某种程度上的依赖 形成他对俄罗斯的一个 一个依靠,就是他能够 获得某种支持 主要的支持是政治上的支持 因为大家知道俄罗斯在整个 东欧区 东欧或者中东地区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所以中国跟他形成 形成一个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对中国的整个的对外关系的两个主要支持点 这就是他要做的动作 但是由于通俄门 川普 拉这个普京的动作没办法展开,其实是没有做成 那么所以中国跟俄罗斯现在关系还是很好 俄罗斯还是很支持中国 原因就在这里,本来他把 俄罗斯拉过来 把这个朝鲜再拉过来 那中国不就孤家寡人了吗,他单独对付他 他后面没有支持 前面没有牵制 他动手不就,从战略的角度来说他就非常 美国的这个战略的这个位置就非常有利 大概就是这个想法 所以普京 普京很清楚 川普拉他的意图是什么 中国也,习近平也很清楚 川普拉普京的目的是什么 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 普京也不会那么傻,一面倒到美国去 美国也不会 这跟金正恩的情况是有点像的 金正恩想不想靠 投怀送抱,当然想啊 跟美国搞好关系,那好处大大的有啊 但是问题是什么 他不敢啊 为什么,这边靠着中国呢 他们一方面 中国靠着他,你不小心 他现在大量的是依赖中国的支援 如果中国一切断,美国那边再 再忽悠他一下,他两头不到,掉水里怎么办 所以金正恩不敢 但金正恩也做了一些动作,做什么动作 他没有搞核实验,半年多以来都没搞核实验 中国就没办法用朝鲜去牵制 美国了 所以实际上川普的这个动作是有成效的,非常有成效 但是俄罗斯那边就没有动起来 其实双方都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 政治上的合作,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信任 如果没有政治互信 就没办法政治合作 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办法做的 提问,目前国内房地产 国内地产大部分城市被冻住,你觉得在什么节点或者是说 需要什么时候能够适当的开放房地产 又能参与直播,致富王老师 谢谢你的普世价值和常识普及 放开房地产 只有一个情况会放开房地产 什么情况 房价开始跌了 他就会放开房地产 如果房价没有跌 稳债现在在这个水平上波动 他还是冻住 还是冻住了 问题有点疑惑,先生不是说微信不可能达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吗 说现金无法达到的作用,数字货币包括微信支付也不能 当然 微信 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 他是不能够达到 国际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的 这是不可能达到 但是 大家有没有在海外 微信支付又没用过,用过吧 支付宝也用过吧 那么接收的那个人收到的是人民币对不对 他会要去找人民银行,找一家商业银行结算对吧 那么他就形成一个闭环,形成一个流通流通流通 但是流通达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 他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有帮助的 也就是说 有两点 第一点 一个货币它的影响力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支付 只要这个货币 在不断的被使用 他对他的 他对他的市场 对 消费者的接受程度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问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帮助的作用 但是他不能够实现国际化 这个是不行的 真正人民币的国际化必须 资本项目的 可兑换,或者叫我们叫资本项目的自由流通才行 目前中国做不到 提问,王老师前两天认识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四岁的女儿 和 对一岁多的双胞胎男孩 他有些得意的跟我分享 目前女儿在一个私校上学 说俩儿子就不用了 以后上公校 说 穷养孩子富养女吗 请问你如何看待这种 这种教育育儿观念 网友 穷养儿子富养女是因为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 要把男人培养出狼性 这样才能够更适合中国的恶劣环境 富养女是让女性女人的性格柔弱 女人依靠男人生活才能顺风顺水 这个问题 这个家长 缺乏 缺乏一个基本的常识 缺乏什么叫基本的常识 我们在家庭当中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在家庭对儿女的教育当中 最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 叫什么 叫公平 中国的家庭 中国的家庭 很多家,中国80%以上的家庭都不信,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父母没有办法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孩子 然后呢,孩子之间互相不喜欢,因为 妈妈喜欢哥哥不喜欢我,爸爸喜欢姐姐不喜欢我,所以我对这哥哥姐姐很怨恨 然后这哥哥姐姐互相怨恨 然后我对父母也怨恨 很多 中国大部分的家庭 中国大部分的家庭的纷争 就来自于这件事情 就是公平 中国人其实脑子里是没有公平的概念 中国脑子里全是等级 那为什么不愿意公平的对待,平等的对待自己的孩子都是自己生的呀 这里面就一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那个私字 私是什么 私就是偏好 就是我喜欢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我的私 我的私心 我会更爱这个孩子 所以你在中国的家庭里面有两个 两样东西 要么呢 你就 我们经常听到说你是哥哥,你要让弟弟 哥哥为什么要让弟弟呢 你说说看 为什么 你 为什么一定要给 这个梨为什么要让恐龙去让这个梨呢 为什么你不可以一人一半呢 中国的家庭就是 你要么就强制 你就服从 要么呢 就是义 中间少了个什么东西 少了个爱 爱 源自于什么 源自于 公平 公平你才有爱 你不公平哪来的爱呢 所以中国家庭的大量的纷争 都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这个家长 就搞不清楚他该怎么对待自己的子女 他们搞不清楚怎么对待 其实对待子女就是一条 就是什么 平等的 公平的 爱每一个孩子一模一样的去爱他们,没有分别的爱他们 这些孩子才能茁壮成长 这个所谓的什么穷养儿子富养女 这种顺口溜,这种没有常识的这种 网上的鸡汤 如果你靠这种观念,这种东西来 教育孩子的话 别说在这个问题上你会犯错 你在大部分问题上都会是反着做的 所以 这个家长 要好好的去学习 怎么当一个合格的家长 好吧 观点,重男轻女严重的国家,大让小 女让男,唯独没有爱和公平,特别赞同王老师对待孩子 子女教育的观点 观点,对墙内人来说,看王老师的节目最大的收获就是重建自己的价值观 必以价值观为基础,重建 自己的知识体系 与理性逻辑链条,真心感谢王老师,谢谢 好,鸣谢一下 谢谢,谢谢,提问 如何评价反驳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可怜之人这种言论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怎么反驳 苍蝇去叮有缝的蛋 那么责任是蛋还是苍蝇 责任当然是苍蝇 就像经常会有人说 说这个人是个受害人 他一点错都没有吗 他那句话就会这样 你经常听到中国人说 说这个人被人强奸了 他一点错都没有吗 中国人喜欢这么问 这么问的这个人呢,通常就是混蛋 通常 通常这么讲话的人,你把他当混蛋就对了,为什么 因为这完全不make sense 我在网上我看见一个人 看见骂什么呢 骂 骂一个 就是从海外 中共建政之后 他跑到带了一大堆的资料,他是一个,忘记什么科学家,大概是一个什么科学家 化学之类的科学家 带了一堆的资料回到国内 后来被什么呢 被迫害,文革迫害致死 这个人被迫害死 有一个网友 不叫我的网友,有一个推特上有个人 就骂他活该 你去 支援中共 你是活该死了活该 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这件事情都是一样的 就说你看 这三件事情基本上是一件 苍蝇不叮雾缝的蛋 和这个人去骂这个被迫害致死的那个人 还有就是 那个被强奸的女孩一点错都没犯吗 其实这是同样的一个逻辑 就是基本上 他们在支持那个加害者 他们去 他们对那个被害者 再踢上一脚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混蛋 如果你碰见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陈述,你基本上把他当垃圾踢掉就对了 好吗 OK 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